意大利人星期日正一度就宪法改革举行全民公投 由此有可能判断出这个国家反欧盟情绪的高低 投票已经在当地时间上午7点开始 定于16个小时后关闭 大约5,100万意大利人有资格投票 全部投票结果预计星期一凌晨揭晓 选民还将决定是否批准亲欧盟的马泰奥伦齐总理提出一项提案 该提案旨在增加它的权力 让它可以推动经济改革 意大利政府表示 这些改革将会为意大利带来政治稳定 但是过去两个月以来 几乎所有的民意调查都显示 伦齐的提案将会被否定